背着背包的长发老翁 一上公车就狂飙粗口 对着一名年轻女生 不停指手话叫 只因为她坐在博爱座上 都已经说了原因 身体不舒服 但老翁完全没有收敛 继续咆哮 连脏话都飙了出来 一旁热心民众也帮女孩声援 日前民众搭乘这般板 乔往永和方向的公车 碰上这名长发老翁 不满一名年轻女性坐在博爱座上 坚持年轻人就该坐后面的位置 连环炮轰不停碎念 而当时车上的座位还有很多 老翁宁可站着发飙狂骂 不肯移动脚步坐下 就这样长达了好几分钟 民众看了都觉得相当傻眼 老翁强逼让座 不仅伤了和气 也让这设立不爱座的美意 跟着大打折扣 记者黄天药范亚桥在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